表揚有優良德性及傑出事蹟的青年朋友 苗栗縣政府與救國團協團委員 在青年節的前夕辦理了系列活動 其中表揚大會有98位的優秀青年榮獲肯定 表揚大會在青年節籌備委員清亮的歌聲中 揭開序幕慶祝111年青年節 苗栗縣政府與救國團苗栗縣團委會 以青春花樣就跟我們這樣為主軸 辦理淨灘捐血物資關懷等系列活動 其中優秀青年選拔與表揚 互選的社會學校優秀青年 都是各領域中的佼佼者 今天在場的各位傑出青年 來自私農工商教育還有醫療等等 各行各業都有非常傑出的表現 所以獲得評審委員在公正公平公開的 這個選拔下能夠勝出 再次表示恭賀之意 所以今年總共飆揚的青年有98位 對於縣府長期扶持在地青年 讓青年朋友回苗返鄉就業 甚至是創業打拼成就未來 救國團苗栗縣團委會主委中志文 給予縣府團隊高度肯定 也感謝縣府移住資源和人力 陪伴苗栗青年不斷成長 打造了一個非常的創業平台 就是留在苗栗有飯吃就對了 所以我們年輕人這個幸福一直加碼 所以非常感謝我們苗栗縣政府 許縣長 及各位在苗栗的意見領袖 苗栗共同打拼的議長議員 還有委員這些為我們苗栗爭取了 很多的優良環境 所以年輕人留在苗栗 共同為家鄉來打拼 在青年朋友專屬的節日前夕盛大慶祝 為獲獎者喝彩 主辦單位也期盼藉由表揚 優良德行及結束事蹟 成為年輕學子的學習楷模 並鼓勵更多社會青年奮發向上